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大家好 又是《時候Q》回上一集的《宜蘭有理解的答案》 究竟為何《瘋狂博士》調轉了 那張的水也不會流出來呢? 原因是因為它是一個樁裡做了手腳 博士在樁口裡加了一塊有洞的網 那幾支牙籤就在一個洞插入水裡 再浮上水面 網的功用就是令到水樁裡的水有少少承托 再加上水本身擁有張力的特性 那水就不會流出來的 這次的題目多難知你們猜不猜到呢? 咦? 咦?沒有水了? 讓我去浸水先 Hello 又是李宗盛博士 你不要搞我 我剛剛臣子要回復正常 你不要搞我 求求你 沒錯 又是我 瘋狂博士 之前的東西都過去了 你現在就好了 咦? 你的水瓶呢? 為何變了杯水? 噢? 我今天沒有帶水瓶 所以問老師借個杯來喝水 咦? 無緣無帶水瓶 我不是叫你對水瓶好一點嗎? 看來你的精神病還不好了 謝謝 嗯 解鈴還水瓶是靈人 上次我弄傻了你 不如今次讓我治好你 好嗎? 上次之後 我常常忘記大夜上學 博士 你這麼厲害 你治好我吧 做人為快樂資本 你在這裡等我一會兒 我去拿些治療道具來 很快就回來了 喂我回來了 現在就開始我的瘋狂治療了 好啊好啊 我不想忘記大夜再給老師罵了 好 首先你要全神貫注 看著這個箭咀 留意箭咀的方向 好啊 既然你上次被水弄傻 今次就讓我用水來治療你 我現在會倒些水入瓶裡 你記住留意箭咀的方向 嘩嘩嘩 為什麼箭咀會這麼... 這麼... 哈哈 瘋狂治療成功 你今次應該瘋得雲長一點的了 你又被我弄傻了 就這樣先啦 拜拜 嘩 同學你沒事吧 各位同學 究竟羅堂見到的箭咀方向是怎樣呢 今次宜蘭游理解的對象是一至二年級的同學 見你們是一至二年級 我給四個選擇你們啦 A 兩個箭咀都左右調轉 B 兩個箭咀都沒有變過 C 兩個箭咀都向左 D 兩個箭咀都向右 你們快點去試一下啦 看一下結果 你們試完之後 就可以落地下宋文署收集箱旁 拿張特題子 搭完之後 放回收集箱裡 搭完之後 就可以得到小任一份 以及可以救回羅同學她 拜拜 請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